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时我们去找以前做过的图 需要打开根目录 然后找到奥迫索文件加 在里面才能找到之前做过的图片 这样找起来非常麻烦 有时候做图做久了 找起来也很累 如果你要取一张图的种子 就需要找到图片 把图片拉到SD里的图片信息的位置 才能读取到对应的种子 还有生成时候的设置参数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很方便的在SD里面 就可以预览图片 还有调取设置参数 种子呢 当然有 今天介绍的就是这款 目前最好用的图片预览插件 点击它后就可以来到这个页面 看起来非常通俗易懂 纹生图 图生图 还有批量生成的网格图 在这里都进行了分类 比如我要找到我之前纹生图做的图片 只需要点击它 就可以很清晰地浏览之前做的图了 一目了然 找起来也特别方便 比如我要找这张图的做图信息还有种子 只需要点击一下 就会弹出信息框 上面记录了当时做图的提示词 尺寸采样方法 种子信息 点击打开上下文菜单 可以直接将图片发送到纹生图 图生图 还有局部重绘 附加功能 CtrlNet 批量下载等位置 点击这个复制提示 可以一键复制所有信息 来到纹生图 粘贴到正向提示词框里 再点击这个箭头 当时做图的所有提示词 参数都会同步 对应的种子也自动调取了 回到插件 它的功能不仅仅只有这些 假如你做过的图片很多 你想通过关键词 快速搜索也是可以的 点击这个模糊搜索进去 比如 我要搜索用一个女孩 这个提示词 生存过的所有图片 就在搜索框这里输入 Ego 再点击最右边的搜索 对应的所有图片 就搜索出来了 这样你找起来 是不是超方便 你实在不知道搜什么提示词后 你就点击图像搜索 这里把你做过的所有图片的模型 Laura 正反提示词 都进行了分类 你需要搜什么就点什么 比如我想搜 Mix9这个真人模型 做过的所有图片 点击选择后 再点最右上角的搜索 对应模型做过的图片就出来了 要搜索用C4D这Laura做过的所有图片 就在Laura分类这里点C4D 再点右上角的搜索 用这个Laura做过的图片都会整理出来 往下拉还有正反提示词 尺寸 采样方法的分类 你还可以预览图片的时候 进行筛选 右键选择 发送到批量下载 然后点击这里的批量下载归档 再点击左上角的打包层这下载 就可以把你选的图片打包成解压包了 下一个视频 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最好用的SD插件 插件的下载和安装 我都会整理放在粉丝旋还有视频下方 关注我 让你在AI的学习上 少走弯路